刚刚过去的5月12号是四川汶川地震十周年的纪念日 十年前的那一天地动山摇天灾人祸举世关注 那么十年之后民间仍然无法自由举行纪念活动 当年地震引起的大量校舍倒塌 导致学生遇难的人数仍然不得而知 当年追究呼吁校舍倒塌责任的六四天网创办人 黄岐仍然在狱中饱受病魔的折磨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回顾和纪念汶川地震十周年的悲剧呢 好 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四川成都的六四天网编辑 普飞先生 普飞先生 你好 你好 这个汶川地震已经十周年了 那场悲剧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那么作为一个和这场地震有很多交集的人 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回顾和纪念这场悲剧呢 我认为最好的回顾与纪念是让这场地震的一切真相 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公开 包括校舍倒塌的事件 以及一切地震的相关的救援的情况和灾后援助的情况 他政府都应该给大家一个不确的交代 我们不可否认中国政府在灾后重建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包括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已比政府前有了巨大的改善 但是我们知道很多家长的诉求仍然没得到解决 也没得到回应 我们希望政府能够放下身段来回应这些家长的具体诉求 也把当年豆腐炸工程的一些具体的责任人予以惩处 那么有分析认为说没有追问和反思的纪念不是真正的纪念 只有正是那些创伤才是治疗的开始 那么普费先生您身在成都 对于汶川地震您认为政府有可能追问和反思吗 谈谈您的观察好吗 我认为政府在一些方面是有一定反思的 包括我们知道灾后的一些学校的建设 它的防证标准远远超出所需要的标准 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反思的基础还是应该建立于 取得家长的谅解和公布当年教舍倒塌的一些真相上 这个方面政府做的仍然有很大的欠缺 也没有得到家长的认可 我认为政府应该取得家长的谅解和信任 这样才会让这个地震的灾难尽早结束 我们知道这个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 他在汶川地震之后 他不仅积极参与救灾 而且还及时揭露了这个灾区的豆腐渣工程 因此他现在被捕 如今黄奇他在狱中据报道说是遭受病魔的折磨 生命危在旦夕 那么请您谈谈黄奇在狱中的最新状况好吗 根据律师反馈给我们的信息 就是可以确认黄奇先生的那个身体状况不容乐观 他的一些身体指标已经达到了一些医学上证定的病危标准 我在这里我想恳请中国当局遵守自己所制定的相关监管法律 按照中国的监管法律 我们的认知来讲是黄奇不示意是被羁押的一个状态 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尊重他的自己的法律 找出释放黄奇先生 好的 我们感谢普飞先生 在成都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